大家好,我是黃炳翔 今天要為大家推薦我的新專輯《你在幹嘛》裡面的一首歌曲叫做《甜不辣》 這首歌曲是收錄在我專輯裡的第一首歌 也就是我的開場白 通過歌曲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之外 也是告訴大家我的家鄉台南 跟大家介紹台南有的美食文化 還有一些古蹟 還有呢最主要的就像歌名《甜不辣》一樣 告訴大家我們台南的食物都甜甜的 那我們的人呢也甜甜的 鼓勵大家就是做自己拿出自信來 你就是最甜最美的喔 剛剛聽到了第一首歌《甜不辣》之後 接下來要跟大家推薦的 是我專輯裡面最嗆辣的一首歌曲 歌名叫做《喇叭啦啦》 那我不曉得大家小時候在成長過程當中 有沒有經歷過就是會講說 那些很愛說大話講話很浮誇的人 我們都說他叫喇叭嘴 那我也是用這個作為發想 然後在歌曲裡面呢 用了很多小喇叭的音色 那就是要有一點諷刺 然後有一點小逗趣的方式 去告訴大家就是說不要說大話 對不要那麼樣的喇叭嘴 然後要給人家建議呢 就給比較有實用的 實際上有幫得上忙的建議 對那這首歌曲呢 也透過這個復古的電音的風格 對有一點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很有動感的感覺 接下來要跟大家推薦的歌曲 是專輯裡面的一首抒情歌 叫做《不哭》 這首歌呢是在講關於追逐夢想的過程 然後所碰到的一些挫折跟辛苦 然後還有努力的鼓勵自己 告訴自己說不哭 然後追逐夢想的過程不苦 然後總是有那些冷嘲熱諷的人 但是他們不哭 對那透過這個就是我在小時候家裡面 台南的家裡有一個不哭中 那透過這個不哭中的發想 告訴自己說努力過的這些時間 它都是有意義的 它至少都留下了痕跡